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机 我是老汤 俄军在恰索夫亚尔的攻势越来越猛烈 美国之音证实 俄军多支部队分别从临近恰索夫亚尔的 北部南边及正面发动进攻 而且城郊周边已经可以听到一些爆炸声 美国之音引述英国官方的说法表示 俄军在郊区附近只有一点点缓慢的进展 恰索夫亚尔仍然在乌克兰军方的掌控中 不过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普希林 则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专访节目中说 俄军在恰索夫亚尔战役取得很大的进展 不但推进状况顺利 而且俄军一步已经占领了俗称的围区 也就是中央职业技术学校的东侧和低牌建筑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消息 声称正面主攻的第98空降师331团 在远程火力和空天军的密集支援下 迫使乌军第一线部队撤回城内 继续巩固防线 另外在北部的战线方面 俄军第两栋的摩布驴已经占领伯达尼夫卡 继续往卡利尼娜方向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南面的攻势 俄军宣称控制伊万尼斯夫克之后 在此地活动的两支部队 第十一禁卫空土旅和第七志愿突击旅 再度传出解报 两支部队密切配合 夺下了乌克兰第五突击旅防守的巴巴山高地 高地的尸首对恰索夫亚尔防线影响很大 因为俄军可以从这里进入森林地带 威胁恰索夫亚尔的东南面 而且在这个方向主攻的第七志愿突击旅 前身就是赫赫有名的瓦格纳拥兵团 在前领导普里格金失事后 就被编入俄军正规单位中 并且赋予新的部队翻好 继续在巴赫姆特一带作战 另外第七旅占领巴巴山高地后 也控制住504公路 为十一空土旅向恰索夫亚尔南面推进 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俄国官媒俄罗斯报指出 进攻部队已经透过多种联系方式 要求乌克兰守军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 立即放下武器投降 否则将会遭到导引式航空炸弹的精准攻击 俄军还不断加强对乌军的心理作战 一直更新乌军在前线的阵亡人数 从每天的300多人增加到近600人 试图借此打击乌军的士气 挑起前线部队的厌战情绪 据称乌军有少数官兵已经逃离据点 打扮成普通军民撤出当地 不过传闻并没有得到证实 而且英国政府的说法称 乌军的防守很严密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评估认为 俄罗斯强攻查索夫亚尔的目的 是要攻击乌克兰腹地中 战略地位极度重要的堡垒城市 由南向北包括康斯坦丁诺夫卡 德鲁士科夫卡 以及互为双子城的 克拉玛托尔斯克和斯拉夫杨斯克 如果战争研究所的研判 没有出现太大误差的话 那么当俄军攻下斯拉夫杨斯克之后的目的 就非常明显 一边可以往东北方打破 弘历曼的僵持局面 另一边能够剑指西北方的19母 也让俄军拥有不一样的战略选择 和战术应用 尽管无法揣测普清内心的想法 但是这片区域都是开战前期 曾经被俄军控制过的城市 尽管前线部队极度缺乏军备和弹药 但是无人载具部队指挥官 苏哈列福斯基表示 截至目前为止 交付给部队的无人载具数量 已经是2023年全年数量的三倍 而且持续增长 根据统计 这批无人载具99% 是乌克兰自行设计制造的产品 缓解了部队缺弹危机 而且乌军会把这些无人载具 当成送给俄军的意外惊喜 尽管俄军肯定不会喜欢这项礼物 但是来者是客 乌克兰坚决送礼的心意也绝不打折 另一方面 战略工业部长卡梅辛也表示 乌克兰军工复合体在2023年 为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很大的贡献 尽管乌克兰政府无法买下所有国产武器 但是战略工业部正在寻找 海外的合作伙伴及潜在买家 希望能为乌克兰的自制军备 找到销售管道 同时为国家创造更多外汇 与此同时 荷兰又向位在罗马尼亚的欧洲F16训练中心 移交了三架战机 其中一架双座型战机 还是由荷兰空军总司令施泰尔亲自驾驶 根据协议显示 荷兰需要交付18架F16战机给这座中心 截至目前为止 荷兰已经移交了11架 剩下的7架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交付 荷兰国防部长奥隆格伦表示 荷兰从未中断对乌克兰的支持 也一直提高支持乌克兰的力量 包括弹药和无人机的援助 F16战机飞行员的训练工作 来强化乌克兰的空防能力 目标是开始这冬天 预送航空 我们并没有证明的数据 航空 但是我们有一个计划 与我们的伴侣国 乌克兰装甲车不断穿梭在 恰索夫亚尔城内 显见这里的战事确实非常紧急 但是有部分俄罗斯军事观察家认为 俄军需要提高警觉的一点 就是西方媒体不再报道 乌克兰在哪些地区取得战果 而是开始报道 前线乌军因为缺乏弹药和兵源补充 造成部队士气低落 并且在多个战线上失去据点 已经从前线撤手的新闻 而且泽伦斯基一直释放讯息 声称西方的援助大桥眼 对乌克兰就设下许多限制 然而给以色列的协助 却是直接又迅速 乌克兰在这种有一搭 没一搭的军援下 眼看就要输掉战争了 但是俄国专家认为 泽伦斯基就是利用这种落差 来形塑乌克兰的弱势形象 如果基辅真的捉襟舰走到这种地步 该如何解释 乌克兰的军工复合体 可以在战争期间是怎样 为国家GDP提供的贡献 其次是乌克兰目前在东部战役上的尸体 被形容成某条战线就快要崩溃 事实上乌军依旧在战线上 执行部队轮替作业 显然乌克兰并没有衰弱到 不堪一击的程度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 泽伦斯基的爱兵政策已经奏效 不但德国宣布要捐赠 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给乌克兰 就连美国众议院都通过了 61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 而且有消息指称 我想大家为乌克兰准备好的大批军备 不到一个星期就能够把部分弹药运到乌克兰 到时候乌军就不需要再勒紧裤带 每发射一发炮弹都要考虑再三 而是可以尽情回击俄军的攻势 意图积压好长时间的怨气 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 俄军会在近期展开一连串的攻势 逼迫乌军收缩防线 就是要趁此机会扩大占领区域 尤其是那些一手难攻的据点 即使乌克兰终于收到了西方援助 俄军也有时间重新巩固防御攻势 到时候乌克兰想要收复过去的尸土 势必要付出比俄军更大的代价 只不过国际间盛传 俄罗斯很有可能发动下级攻势 是不是代表俄军有计划 消耗乌克兰和西方援助的大部分资源 答案不得而知 但是俄军现在的行动 显然是为后续的计划先行打下基础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